这将24小时前将晚报记者曹林波8月11日晚,中甲联赛第18轮,这将一腾青榜城与青岛黄海的比赛,在青榜城体育中心打响。 上半场,一腾站着主场之力进入节奏很快,刚开场一分钟便由莫塔攻入一球,这已经不是莫塔的第一次神来之笔了。 上一轮,这将一腾对着武汉卓尔的比赛中,他就在下半场时,中圈击脚,距离球门近60米掉射成功破门,因为这个凿凿的进球,这将一腾在场面上一直处于主动。 下半场,奥古斯图为一腾再入一球,更让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,虽然杨云为青岛搬回一球,但是最终,这将一腾青榜城主场2比1战胜近岛黄海,成功在主场拿到三分,莫塔进球瞬间,在后发布会上,这将一腾青榜城队主教练科佩尔蒂诺表情轻松愉快。 刚刚我和球员们说了,这场比赛的结果非常棒,球员们场上具备了拼搏精神,精神状态不错,总之这个结果很关键。 我想恭喜我的球员们,我们拿下了宝贵的三分。 有记者问一对于下场与这将绿城的得比战是否有信心,对此刻佩尔蒂诺表示能拿下今天这场比赛很不容易。 他想先和队员们享受这个胜利,之后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与绿城交手。 对于下场比赛,我们有信先赢下绿城,现在赛程紧密,球队会为下场认真准备。 Becca,我 repar继续一些来的世界神四,难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